共产党在中国 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史称十年浩劫 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 影响之深 范围之广 时间之长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 要为各位做系列报道 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 历史事件 冲击和影响 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 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泄泪实录 向大家呈现事实的真相 今天为大家介绍 周邓对毛最后一击 913事件以后 文革败相遗漏 但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之下 局势有所缓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文革 没有迅速崩盘 他文革中之所以能够支撑10年 也就是因为有周给他在那撑着这一面 这是文革专家高文谦 所以他才能够去放手 让天下打乱去 实际上最终的话 经济上虽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毕竟没有闹到翻车的地步 就是因为是老百姓最后还是有饭吃吧 文革以后 邓小平曾经说过 没有总理 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 没有总理 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但是毛泽东对周恩来不信任 江青的文革派 则为了争权夺利 将矛头指向文革中的盟友周恩来 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起码在文革初期 周恩来是积极支持文革的 到后来就一定非要势不两立 真的就是说文革派不想搞经济 周恩来就是拼命要做好事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双方就因此发生了这样巨大的矛盾 不能根据说张春桥说 营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由此就断定说文革派不想搞经济 上海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 上海文革中间的经济搞的是 全国最好的吗 是谁在搞呢 不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在搞吗 对不对 所以呢 不是说文革派不要搞经济 而是什么时候搞 任何一个政治上的派别 他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他总是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 他们第一个是要夺权 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做周恩来 这个副手 为什么一定要邓小平 为什么不让文革派的人物来发挥更大作用 比方说直接就让张春桥 第一个方面来讲呢 是毛泽东比较现实的 张春桥的能力和邓小平来说 毕竟差得有缘 第二个方面呢 他对四人帮也是要悄悄打打 也是要防的 他也不愿意他们把所有的政权都拿下来 如果说他任命了张春桥 那么很简单 张春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四人帮那个班子 就把公务院都拿下来 把行政的条件都拿下来 这个也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邓小平的女儿 邓荣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 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说 毛泽东当时是左右为难 于是在老干部和文革派之间进行了权力平衡 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 主持党的工作 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 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 为了不让任何一派赌掌大权 在党的最高机构中 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 去制衡文革势力 在政府和军队中 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 以平衡老干部势力 刚刚复出以后 邓小平不仅没有同江青的文革派对抗 而且进行过合作 例如 1973年 中共政治局批判周恩来时 邓小平也对周恩来讲出重话 警告周恩来不要觊觎毛泽东的权位 同年年底 文革派指责与周恩来关系密切 不愿意买江青帐的中共副主席李德生 上林彪的贼船 是大军阀 邓小平第一个提出 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邓小平的表现被毛看在眼里 高文谦说 到了73年的12月份 批州会议上的时候 邓的那个表现呢 叫毛感到满意 所以毛那个时候把他用 更进一步 提到政治局里面来主管的军委 邓的这个高峰是在1975年1月份 这个时间震大 当时他是党的副主席 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和总参谋长 党政军四个职务 此时的邓小平位高权重 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 强烈地赶到邓小平有可能接毛泽东的班 不过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认为 当时毛泽东未必是这么想的 没有一个确切的政绩 说毛泽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 让那个邓的接班 但至少说是给了邓小平这样一个机会 同时呢 毛对毛远欣 其实是费心在赔的 另外在这之前 对王洪文也是寄以希望的 但是他很快看出王洪文呢 既不懂文又不懂武 不学武术 个人的品质呢 又有问题 毛是比较失望的 所以呢可以说他当时呢 有几步棋 先呢是适用王洪文 然后是邓小平 然后是华国锋 他当然是作为接班人把它调到北京的 另外还有毛远欣 如果毛再活几年的话 我看会不会最后是毛远欣而不是华国锋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指出 毛泽东当时还是要在左右两派之间搞平衡 实际上毛对邓一直是一种类似于对州的心态 既要去用同时要防着 这一点呢在四十大的这个组阁安排中 看的就非常致命 毛政上是玩的平衡 邓给安排为党的副主席 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 而另一方面呢 毛把张成乔 每一个都安排在比邓略微低一点 但是每一个党政军几个职务 张成乔同样有 张成乔是政治局的常委 军委常委 总政治部主任 国务院第二副总理 记者问美国芝加哥大学 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元博士 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呢 发生矛盾是不是必然的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那一点呢就是说呢 邓小平实际上是文革把它打下去的 所以呢他对文革这样一些做法 他必然的就会有一些不满意了 他是从骨子里是反对的 第二点邓小平 毛泽东用他呢 主要是让他管理国家 管理生产 那么他必然要和江青这一派呢 主要是搞上层建筑 搞这个所谓理论 这个文革的这样一些改革 或者说是他们所说的新生事务 这种由意识形态主导的这样一些改革 发生矛盾这是必然的 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 是为了钳制周恩来 他有没有想过邓小平和文革派的这个关系 当然知道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了 毛泽东就是要让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 这个又是他的权术 他就是让他下面的任何一个派别不毒打 而且互相之间有矛盾 然后呢他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来控制 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女儿邓荣所说 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稳固的平衡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 双方斗争的关键在于权力之争 既有理念上的这种分歧 同时也有权力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 天天搞革命是不行的 总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他知道文革派搞不了这个 需要要有人来维持这么一个局面 周之后毛安排邓的话呢 用意呢也就是这样 英武派就是要去抓生产去 文革派就是要抓革命了 同时江青这一派人也看出来 毛那时候有意识地把邓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江青这些人的话当然心里面就不甘了 所以这里面还是一位权力斗争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 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 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联盟 文革的一大成绩 就是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 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显然不会满意 因此他们之间似乎注定是天敌 周恩来也许是看准了这一点 主动接近和扶植邓小平 他不仅直接处理了邓小平正式复出和工作安排问题 而且加强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1973年4月9日 刚刚结束休病假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夫妇见面长谈 并且共进晚餐 其间周恩来对邓小平讲 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 周恩来很清楚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 毛泽东并不想查张春桥这个问题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他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绝对不是想对毛泽东有所不恭不敬 而显然是想在同文革派的斗争中拉住邓小平 美国维斯康星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 周恩来一直尽力地扶持邓小平 周恩来好像对邓小平出来是一直是非常的支持 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能觉得邓小平干了一些 周恩来本人愿意干的没有能够干的事 周恩来1975年年初 在中国四届人大以后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经赞扬邓小平说 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 政治思想强 积极为邓小平接管国务院创造环境 其实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同时 还称赞了第二副总理张春桥 说他有才干 而对这一点周恩来却只字未提 1975年9月20日 周恩来在手术之前 当着中共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 对邓小平说 小平同志 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 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这里是美国之音 从邓小平1973年复出 一直到1975年10月之前 在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的矛盾中 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了邓 例如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问题上 在风庆伦问题上 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上 毛都支持了邓 甚至罕见的在1975年5月和6月 让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 批评江青 并且迫使江青等人写出书面检讨 还将王洪文派回上海 不让他继续主持中共政治局工作 让邓取而代之 毛泽东还直接批评江青等人说 不要搞四人帮 你们不要搞了 为什么照样搞呀 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不过毛泽东对邓小平并没有绝对信任 高文谦说 毛对谁也不真正信任 对邓他既要去用他 让他把经济给搞上去 同时要提防着他 用张春桥用文革派来制衡他 而文革派也不如使命 从1975年6月开始 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 并且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 即要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要安定团结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全国上下进行整顿 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大改善 但是文革派指责邓小平 不搞阶级斗争 否定文革进行复辟 对于毛泽东来说 文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 他对邓小平的最大担心 就是害怕他否定文革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我当年采访了基督律 基督律多次讲 周当时就跟他讲 主席还在看 主席还在看 这还在看 就是说这事情 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但是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到了 毛有感觉 他发现邓虽然说 雨模翻案 但是那个东西都是靠不住的 雨模翻案靠不住啊 就后来批邓时候讲的话 再一个邓的个性非常的强硬 就是硬碰硬 毛在 扳一个小手指头 邓就正常给你打倒了 但是毛不在 谁能管到邓 毛必然是在想这个问题 加上1975年4月份 那个批江会议之后 邓表示了一种非常 那个强势的这种作风 接着就是他又到上海去挖墙角 想去说服马天水 被马天水这帮人 又通过上海帮的举报到 往那儿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毛那时候一步一步 对邓的这个警惕性 就更加的提高了 终于 到了1975年 接近年底的时候 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 再次主导了他的大脑 他希望邓能够认识错误 邓小平态度强硬 拒不低头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 文贯中博士 在谈到邓小平 态度强硬的原因时说 75年的时候 他比较强硬的拒绝承认 江青加在他头上的一些指责 例如说他否定文革 说他反对毛泽东和他的权威 对他的思想不忠等等 他都是拒绝承认的 这实际上表明 他认为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 是忠于文革的 某些理念的 其次呢 支持他抱这种比较强硬态度的 是当时的态势已经完全变了 他主持实际工作 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他有机会不但全国跑了 国外都跑了一下 像他这样灵的人 一定能够感受到 民间和党政军 对文革的很多做法的 极为不满的情绪 他也会了解到 世界上对文革的一般的公论 当时毛的病情也在恶化 面对当时 国内外对文革的这种不满 他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历史呢 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他采取了 慎重大部分人的意愿的立场 他可能觉得 尽管毛可能不会选择他 斯文光可能会对他进行迫害 但是历史可能会选择他 他宁可站在历史这一边 文革专家高文谦分析说 到了75年批邓的时候 邓态度非常强硬 这个里面呢 有几方面的因素都应该考虑 第一 邓实际上在政治上有一个误判 他当时呢 他对形势的判断呢 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号 毛 对他非常信任 而且毛身体的话呢 那已经明显的来日无多了 第二的话呢 他也看到了 蒙俄这一套搞法 持续不下去 他并没有错 在党内是得人性的 因此当毛给他开这个架码 让他牵头 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 所谓三七开 邓呢就给毁决了 周恩的身体呢 断身一个劝他 忍一忍嘛 邓不接受 结果呢 只有彻底给打倒 1975年12月8日 邓小平看望弥留之际的周恩来 周恩来问邓小平 态度会不会变 邓小平回答说 永远不会 周恩来说 那我就放心了 1976年1月 周恩来去世了 然而 与其说周恩来的去世 使邓小平少了一个盟友 还不如说周恩来的去世 使人们自然联想到 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的继承人 实际上加强了邓小平 在道义上的力量 至此 毛泽东想要维持的 在文革派和元老派之间的 政治平衡已经破局 无可奈何的毛泽东 只好于1976年1月21日 任命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接班 担任国务院代总理 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然而 邓小平同文革派的斗争还在继续 从1976年3月下旬开始 南京 杭州 郑州 西安等地 出现人民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很快 北京的人 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 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 人们在各处进行讲演 朗读悼念周恩来的诗词 有些诗词表达了对文革派的不满 还有人甚至把矛头指指毛泽东和江青 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写道 预备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撒泪济雄结 扬眉剑出鞘 这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4月5日 中共出动民兵 军队和警察 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 4月6日 中共政治局将这次事件定为 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说 士气大振 好好好 毛泽东第二天又指示说 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 毛任命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关中博士说 周恩来去世 邓小平暂时被打倒 民众到天安门怀念周恩来 这些事情都已经表明 毛的文革已经是万夫所指 全民声讨的一种罪行 在文革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 大部分人对文革有过的幻想 已经彻底的幻灭 文革到这个时候 他的道行力是 他的反动性是 完全没有是非 一切以毛一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 全国随文革小组的心血来潮 被迫跟着起舞 这么一个荒唐的局面 那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 周恩来死了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 但是毛泽东的文革也就此彻底失败了 周恩来和邓小平 给了毛泽东的文革 致命的最后一击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中文革雅 词 早晨 明年轻学 感谢观看